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出很多弊端了 大伙一瞧啊 这一百沙威棒非打不行的 哪知道老王爷 刚说闻着秦军身上有恶臭 确实是重兵 免一百沙威棒暂且计打退堂散殿 退堂散殿啊 没事了 不是他没事了 今儿这一落暗宗啊 全部忘了 王爷累了 休息下班了 大伙这么一喊 全走了 该下班的下班呢 金甲同还呢 没发落 这公事也没还 我们俩没公事 回不了路周天堂县呢 这秦二哥是怎么的了 这秦二哥是怎么的了 反正一百沙威今儿是不打了 那先搭下来吧 那甭搭了 顺筐里出来自己溜达着吧 为什么王爷都走了就别装了 低了这筐 哪得扁的 下来了 齐不过都围过来了 给二哥道歉 二哥道歉 二哥道歉 大伙啊 不回牢营 秦琼是犯人 应该押回牢里去 不进 他们七白官呢 单有一休息室 回营房 这儿呢 摆好了酒席 给二哥压惊 等着大胖子杜叉 群情呢 这儿洗脸 张公锦等人啊 喜出望外 不知道今儿王爷怎么了 自己给自己找下台阶 一百帮不打了 说明儿带打 那也说明儿的事儿了 给二哥换衣服 等着杜叉来一会儿喝酒 秦琼洗完脸 把醉衣脱协去 换好了衣服 一看张公锦 搏显到毛公随 李公蛋 上石山下石山 玉池南 玉池北 使得难 金甲同环 大伙团团围坐 这儿正当中啊 是秦琼 旁边这儿空一座 是一会儿杜叉的 这个韭菜呢 就已经摆好了 杜叉来了 杜叉把跟的人 全都留在外边 自己进了一桥 风风声声 一桌酒席 哥儿你可还没动块 等着我啊 什么话呀 哪能够不等着杜老爷呀 都是哥们 别逗别逗别逗 今儿哥给您倒洗 坐坐坐坐 大伙坐着 这就真一寻酒 酒过三寻 菜过五味 张公锦纳闷 怎么回事啊 王爷怎么突然 这一百邦就不打了 我也没闹清楚 我跟着到后面去 我还给罗承道谢 为什么杜叉托罗承行这人情了 罗承不管呢 俩人伺候着王爷到后头 王爷脱戎装 换便服 归到后堂见夫人 俩人就不管了 杜叉呢 单把罗承叫出来 兄弟我谢谢你 什么事 这一劲我托你人情 我那朋友 行啊 你这人情管用啊 我还纳闷 我爸爸今儿怎么罗开一面 哪有味啊 我爸愣告文件味了 结果 这人不打了 还是胖哥哥 你这人情使到了 哎 我哪是人情 不是兄弟 你跟老爷子提 我没提 我提非揍我不行啊 呦 不是你提的 不是我提的 谁提的 谁提的 罗承多聪明 小孩罗承眼睛这么一钻 也没准啊 人走到我们老太太的门子 是啊 那秦二哥可够有道行的 我都不知道 得了 您忙您的去吧 杜叉准之这几位啊 这等他喝酒 跟罗承这儿 对付完了 也奔这休息的地方 到这一瞧啊 营房里边已经摆上了 敢张公吉一问他 杜叉把以往经过这么一说 连秦琼都算上 大伙是一头雾水 谁也不知道 今儿这老王啊 怎么回事 哎 得了 二哥没人想打就得了 这再打不定哪天了 再说 哎 吃啊喝呀 大伙一瞧 那就吃吧喝吧 这可就放量 这帮人都能喝 喝 这酒也没少喝 菜也没少吃 谈文论武 大家伙凑得一块 正在兴高采烈 这酒性正好的时候 就瞧这杜叉呀 首先人在门口探头探脑的 在这营房外边 老爷 老爷 杜叉说 干什么 说 王爷的大令到了 杜叉是中军官 他是下大令的 他没在王爷下大令 找不着的 让别人来的 这他头样就有罪 杜叉吃了酒了 大胖子 身子 站起来赶紧往外跑 没容他跑到外头 这大令已经下了 传令官到营房外头了 山西 鹿州 天堂县 借差 金甲同环 在不在这 我不是找杜叉 也不是找张公锦这帮人 金甲同环在屋子里 都不敢搭潮 是在这呢 你在这干嘛 你应该把人交的楼房 住的店里边等着 你跑这儿在这干嘛 咱们找这儿来了 这不敢搭潮啊 杜叉赶紧跑出来了 一瞧 传令官认识 跟自己是朋友 什么事 杜老爷也在 我问您金甲同环在这没有 在 不但他在 几位奇卫官都在这 好 那就是了 秦琼在这没有 杜叉一听 怎么知道的 也在 在屋里呢 行 在屋里就是了 杜老爷 甭紧张 王爷的大令到了 把秦琼提出来 原办原差 不许跟着 让我把这犯人秦琼带走 我是从牢里边来 我上牢里提人 牢里边没有 我要追着这儿来的 带到王府 二堂副审 杜叉一听 得 这秦琼炫患医生都来不及了 醉衣醉裙都脱了 脸也洗了 没少喝 一嘴酒气 这回是真有味了 酒味 这怎么办 杜老爷别让我为难 让秦琼赶紧跟着我走吧 秦琼听见了 秦琼拉门出来了 杜叉没留神 一回都 二哥您 行了 是福不是货 是货妥不过 得了 小杜 你甭管了 我跟这位走 怎么走 就这么走 秦琼一琢磨 甭装了 到那儿 唠一欺君之罪 我都懒得我脑袋上 给这哥 你个摘得开就完了 不是打就是杀呀 也就这点事 传令的这位一瞧乐了 行 够意思 行了 跟着大令走吧 给带走了 这喝着半截酒给带走了 张公锦人等大伙都追出来 金甲通缓也出来了 不如我们跟着别跟着 大令说了 原差原办不让跟着 单独带到王府里边 二堂赴审 准知这里有事 敢将银安殿大堂上头 没审清楚 没问明白 二堂接着审 那说王爷怎么了 王爷干嘛 好模样的 自己给自己找下台阶 把秦琼这一百杀威望免了 这咱们得给您说说 北平王罗毅的出身 这北平王啊 这老罗毅是穷户人出身 他当初呢 枪法很好 这个北平王罗毅学枪啊 单有一段书 现在还说不着 日后咱们说来说去 说到这儿 您就知道他这枪 是跟谁小的了 那么他仗着五沟神飞枪 一共是二十五式 五五二十五 叫五虎断魂 枪法绝伦 罗毅这杆枪 在咱们这套书里头 数得上了 那么罗毅年轻的时候呢 就凭着这条枪 闯荡江湖 那么走来走去 走的南辰这儿呢 他打算为国报效 打算当官 罗毅这人呢 有点官迷 他想自己有武艺 得有个出身呢 哎 他就投军了 那么当时呢 南辰太宰呢 叫秦旭 秦旭秦东明 书中代言 可就是秦琼的祖父 偶然一个机会 被秦旭啊 发现罗毅罗燕超了 小伙子长得也精神 枪法也好 不错 这一问呢 还没媳妇 老头动心了 老头有个姑娘 可就是秦琼的姑母 当时还没出格呢 叫秦蕊珠 一问罗毅说 我把我姑娘给你 行不行啊 罗毅听什么 丞相 姑娘给我 好家伙 这一根都 遮到皮袄里头了 出门不抬头 办一大根头 抬起一条 让钱贵办一根头 发了 那他能不乐意吗 说这个丞相的姑娘 是不是长得差点 要不干嘛给我一穷小子呀 他哪知 秦绪爱财 一脚罗毅年轻 不但年轻有为 而且文武双全 是个栋梁 日后能够有一番事业 看出来了 这才把姑娘给他 这叫下架 敢入赘 这个可就说不上迎娶了 说老百姓的话 就叫倒插门 罗毅呢 就倒插门 人家秦城向家了 过了门一瞧啊 哎呦 自己犯脏心了 感情 秦家这位大姑娘啊 这秦瑞珠啊 太漂亮 还长特别白 要不怎么罗承那么白呢 这儿子都随妈 您琢磨琢磨 这罗毅 这脸色 咱前文书教的是紫脸 面似生羊干 他这儿子怎么会那么白呢 就随了他母亲了 而且知书达理 没有那个阔家小姐的呀 那个焦作 那么也没瞧不起 罗毅是个穷苦出身 小夫妻过了门呀 真得说是秦瑟和鸣 这个两口子的感情 那就甭说了 很好 那么罗毅呢 这一下掉到蜜罐里头了 可是不太满足 为什么呢 出来进去怕别人呢 戳他的脊梁骨 说他到插门吃软饭 没有出息 你有能耐人才能有这种想法 你要没能耐 都娶了丞相的姑娘就忍了 甚至于说借这势力呀 还要欺负欺负人 还要这个为虎作娼 忽加虎威 他有这人 这叫小人 罗毅呢不是 罗毅是英雄 罗毅跨下马掌中枪 这么勇 在这老战家待着呀 别扭 而且到插门 他就跟老战提 我呀 我呀得上前线 我这武艺呀 得搁着前敌 更何况现在呢 确实边境很乱 南辰北齐呀 正打仗 而且大随朝这回已经起来了 杨均这股势力也很厉害 那么秦东明一瞧 孩子说的对 可是你们小夫妻新婚艳 耳蜜里调游 我要把你派的前线上去 难免我这姑娘就守着空房了 我怕委屈 这不能做小儿女清堂 那么跟姑娘一说呢 这姑娘也很支持罗毅 罗毅呀 派前敌去了 派哪儿 派马明关去了 马明关的总阵呢 就是秦琼的爸爸 秦旭的儿子 叫秦仪 秦仪顶晨 合着来的这个呢 是妹夫 接的爸爸一封信 说你妹夫是文武双全 怎么怎么样 你一定要重用 要没这封信呢 还好点 老爷子也给写这封信呢 这秦仪一瞧 暗含着有点对老爷子不满意 倒不是别的 他埋怨的爸爸什么呢 您怎么把他推荐我这来 我这妹夫有能耐没能耐 搁一边 他不能在我这混事 您搁的别地 他要真有能耐 日后立了功了 慢慢的他晋升上来 他搁到我这儿 有能耐 也当没能耐地用 立了功也直到没力 为什么 我们俩狼舅 我网上一提供他 说我的闲话太多 这人不能用 这过去您甭管干什么 说俗话 三爷不用 这个老爷不能用 少爷不能用 舅爷不能用 这都在论的 您开一买卖 您用三爷 飞啪也不成 是广拿钱吃饭还不干活 为什么别人惹不起他呀 一打听说这是谁 这是东家 他们家舅爷 那谁敢惹呀 罗毅怀着一颗报国心 找自己有能耐 到这儿 又有大舅爷 这关系 又有我们老泰山 大丞相 给我写这封信 错不了 哪知道啊 秦仪不用 秦仪不用这妹夫 就让他干点闲拆 来了几个月呀 罗毅也脚出来了 怎么没拿我当回事 哦 你责雇你的轻欲 你怕别人说闲话 你不重用我 那我还是没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 这罗毅也脾气不太好 找秦仪讲理来了 大舅哥咱们商量商量吧 我带你这不能干了 秦仪正中下怀 你想哪干 你走 你还借我点兵 我出去打仗去 让你瞧我怎么样 秦仪说好样的 我赞成你这样的 走吧 他哪知他这妹夫夺的能耐 秦仪这一挤的罗毅 罗毅一跺脚 带着人匹马单枪 杀出去了 就这一打呀 打好多年 可是军功真没少力 他有能耐 他一琢磨 这媳妇我老哥的老乍人家也不行 为什么 现在天下大乱 回头我这媳妇在丢了 他派人暗含的 顺老乍人家 把媳妇给接出来了 为什么 这我就算有自己的家了 谁再说我倒插门啊 我就不承认了 我媳妇跟着我担过了 和老丈人呢 他也不见了 这大九哥呀 他也不见了 他一直往北杀 就杀的北平湖来了 北平湖哪儿 您都知道 就咱们这地方 那当时呢 还没有咱这北京呢 咱这北京 是在明朝的北京的基础上 有的清朝的这个北京 留下现在咱们这北京 那么在明以前 元朝的那个北京呢 那个元朝那一旨 您要到北京 您看是不是 还在咱们现在 这北京的北边一点 再往前是金中都 然后是元大都 我说的这隋朝 还在唐朝前面呢 这北平湖那会儿啊 跟现在这北京位置 不是特别准确 还得往北 得在这个密云呢 古北口那附近了 那地方当时很苦 罗毅愣杀在那儿去了 罗毅跟北国人还老打 杀脱国老打 后来打着打着 听说呀 老丈人这头啊 要威 什么 大隋要把南臣啊 给灭了 老伴也说 你不能不管 我这个娘家爹呀 你得回去救去 这会儿罗毅 已然拥兵二十万 坐镇北平府 带着铁骑 三范中原往南打 打算打回南臣去 可打不回去咯 打来打去一直打到河南 过不了黄河了 怎么呢 这会儿啊 博阳湖的大帅 定雁平投降大隋了 这定雁平本来跟大隋朝 也敌对 可后来呢 很崇拜靠山王杨玲 跟杨玲拜把兄弟 靠山王老杨玲啊 重用双枪定雁平 那么定雁平呢 这个人水军最厉害 他是博阳湖的水军大帅 而且擅守 当时派五路大兵 叫五路掐黄河 把黄河能渡人的地方 就这五个渡口 全掐死了 罗毅你再勇 你过不了黄河 不能南下 三范中原都打到黄河渡口 这事都没过来 这才退回到北平府 可是后来呢 南臣就灭了 这国家没有了 改大隋了 定雁平跟靠山王一块 来睡降罗毅 说你也别打了 你就剩北平这一嘎吱了 我们也不能打你 为什么 你这就是忒远 不碍我们事 另外呢 你呢能替我们挡着北边的沙托国 北国忽而不能犯境 这样 您也投降算大隋朝的人 可是算大隋朝的人 领大隋朝的凤 可以不听大隋朝的管 您看这行不行 大隋朝封您以北平镇边王 您呢 想干嘛干嘛 您的番号不撤 部队可以自己扩招 随便 那么 罗毅一瞧 再打也没用了 为什么那国已经没有了 自己的老丈人死了 自己的大舅爷秦姨战死了 这恶号传来都知道了 那个嫂子带着那个孩子 逃亡在外 不知道流落何处了 那么秦瑞珠哭也没用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再说秦瑞珠怀孕了 这才有的小罗成 这会还没生 那么 罗毅一瞧不详不成了 这才点头 答应 当这个大隋朝的北平王 可是提出来几个苛刻的条件 第一 听调不听宣 就这一手就厉害 什么叫听调不听宣 你大隋朝有难了 北国犯境了 调我行 我带人替你打去 宣我入朝不行 北平王罗毅永不进朝 干嘛呀 我进去你把我杀了怎么办呢 说您到长安开个会来吧 我去了 到那儿是给我扣留了 我不去 把我儿子给弄去了 把我儿子扣到那儿了 你让我干嘛 我得干嘛 这说白了 我什么时候想反 什么时候反 我是连人带军带马 全都不去 可是你得给发工资 上大隋朝要梁要响 这叫听调不听宣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可以自己招兵练兵 这可了不得了 说现在是二十万 随时北平王要想打仗 自己可以冲军 可以招兵 那么朝廷不答应也不行啊 就把这些个条件 全都答应了 这样北平王罗毅 跟考山王杨陵 双枪老将丁雁平 仨人还拜一盟把兄弟 自立北平王了 那么老王妃呢 也升下小罗城来了 这个老王十分高兴 可是江养这孩子 有的时候 这个王妃奶着奶着 孩子就想起啊 自己娘家嫂子 乃自己这个侄子 就想起这事来了 说这个侄子现在呀 可是不小了 就老跟王爷念叨 王爷呢 就安慰王妃 就说啊你啊 别往多处想 吉人自有天相 我听说打破的马民官呢 大哥是战死了 可是嫂子带着这孩子呢 逃出去了 也没准流落在哪了 保住你们秦界呀 一条血脉 可是有一节 当老百姓也好 没有是非 你哥哥 你爸爸倒有能耐呢 你哥哥马民官的总兵 你爸爸南臣的丞相 落得国破家王 到头来有什么好啊 这道理是能够道理 王妃还想 老跟他念叨 可是今天审秦琼 审来审去审的这简这 一看秦琼啊 用瓦面金装一对书童简 这对简 当初我们大舅爷 秦一可就使瓦面金装简 他又姓秦 我瞧这脸形啊 仿佛又有点像我们大舅爷 这岁数也对得上不成 我得到后头问问夫人 见王妃 问一问他们家的情况 也没准 这就是他那亲侄子 是也未可知 这才要二堂妇审 秦书王 一套 consent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